奔跑吧范澄澄路透曝光,现场狂喊李晨杰夫撒娇惹邓超瞪眼。 今日,奔跑吧路透公布范澄澄等其他成员上节目的照片,成员们都身住校园服装显得十分朝气蓬勃,此次来的嘉宾人物众多,虽然蔡徐坤在网络上公开宣布因为个别原因不会参加跑男,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,有范澄澄在,收视率肯定是保住了。 作为范冰冰的爱弟,范澄澄无论在哪里都受到特殊照顾,此次到了奔跑吧节目,有亲姐夫李晨坐镇,相信范澄澄肯定也不会觉得有任何尴尬感。 据跟随节目组一起录制节目的小粉丝表示,范澄澄全程比较安静乖巧,也不羌话,就喜欢韩李晨,也喜欢撒娇十分可爱。 作为队长的邓超直呼,受不了频频对大黑牛放电,学范澄澄撒娇卖萌,此次作为主人,邓超作为家长,负责照顾好这些刚出道的师弟们,也是颇有用心。 具体最终如何,相信节目出来之后十分精彩,尽情期待。